大家好 现在针对咱们上一个视频 揭露了任正非和孟晚舟 谋杀张阳和许悦的罪行 现在呢我录制第二个视频 向大家解释一下 孟晚舟 被捕真相 孟晚舟被捕真相揭秘 孟晚舟任正非 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血债累累 张阳许悦如何生寻孟晚舟 那么谈这件事情呢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说张阳和许悦 从小被共产党活摘贩卖 那么从08年开始 张阳设三打百果筋 过三关 对吧 完后呢 最后我们才 我们夫妇俩才在2016年 四五月份团圆 现在要遇到婚姻的阻挠 真的我们俩的婚姻 有人还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 其中谋杀张阳和许悦 从08年起 也基本上是从 2009年开始 以上海公安局 以上海警方 率先 对张阳采取了神经控武器 电磁武器的攻击 由此爆发了杨家案 杀死了14个警察 之后 共产党疯狂的使用电磁武器 攻击张阳和许悦 妄图把张阳和许悦 致死致残 在案件的调查中 2013年 雷利和张荣芳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杀人被碎 卷管监导 这种情况下 张荣打开了张荣芳的屋子 从他的抽屉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说 叫张荣芳老老实的把剑交出来 因为他是过剑方 把他扫地出门 凶手要让我在家体面的词 而且到死不会见我一面 而凶手这个人 我根本不认识 也说凶手不仅对张阳抱有此心 对西悦也抱有此心 这起杀人案算是彻底的开始封开 在搜查张荣芳的写字台抽屉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张荣芳 与渣打银行联系的名片 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 汇丰渣打中国人民银行 是发行港币的三大银行 对吧 也知道 巴拿马文件天堂文件的公开 都知道香港是一个 已经由一个金融中心 变成了一个洗衣机 变成了一个洗钱中心 那么从08年开始 西悦在创新银行 钱财被盗 在恒生银行 在招商银行 使用电子银行系统 不断的遭到骚扰迫害 西悦的手机被入侵 我的手机被入侵 电脑被入侵 凶手已经直接追上门了 不仅使用电磁武器 而且直接入侵我们的住宅 直接入侵我们的通信系统 电子系统 这种情况下 我们针对巴拿马文件 所提供的线索 针对天堂文件 所提供的线索 我们直接登门造访 创新银行 恒生银行 招商银行 渣打银行 花旗银行 惠鹏银行 在那里直接开了账户 在西悦 在惠鹏银行 花旗银行 开的账户的过程中 他们要对客户进行 这个搜索检查 当时有人就问西悦 你是不是在全国人大工作 你是不是在全国人大工作 也就是说 在惠鹏 在花旗 在招打 在恒生 在创新 有人在假冒西悦的名字 甚至包括在招商 有人在假冒西悦的名字 从事了不法的勾搭 于是乎 西悦把自己的 在国内的保险公司的 存款全部提出 该提出能提出都提出 转移存款到香港 换成了外币 并且直接登门造伐 汇丰银行 花旗银行 渣打银行 恒生银行 创新银行 由于西悦的登门造伐 引起了银行系统 以及警方的高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杀人案 逐渐浮出水面 紧跟着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 准备在南海 进行26国军演 双方在南海 剑拔弩杀 北朝鲜不断进行核实验 因为这场纠纷 当时西悦 已经直接登门造访了 汇丰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了两起命案 一起 美国 海军 驻海湾地区的第五舰队司令长官 在家中遇害 紧跟着 伊朗当局的一个陆军上将 引弹自尽 两条人命 随后 汇丰银行 抛出了孟晚舟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回案 共产党急演了 开始逮捕加拿大公民 往后美国 开始在 加拿大毒贩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 开始引渡孟晚舟 这就是孟晚舟案的 真实的原型 也就是说 张阳和许悦 冒着酷刑的迫害 生命 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引蛇出动 打草惊蛇 引蛇出动 这才生前了孟晚舟 生前了任正会 孟晚舟是这样被逮捕 也就是说 华为公司 提出的所谓的5G的计划 为什么被索罗斯 定型为为严重威胁到全世界的安全呢 是吧 华为公司 实际上在伊朗 做交易的这个过程中 占山为王 任正非进行打劫 我现在告诉大家密码的奥妙 任正非大家都知道 邓小平到上海访问的时候 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女孩 两个两个一男一男孩一女孩 给他们一人一块铅饼和橡皮 这样做对还是不对啊 是错还是错啊 还是不对啊 由我和西悦来判断 但是我们被江泽民推下深渊 变成了奴隶 人体深渊 成了这样的任正非 那么任正非华为公司 在惠峰 在花旗 在渣打 在恒胜 在创新 在招商 在太平衡保险 在中国人寿保险 以及 其他的那些保险公司里 他孟晚舟作为财务总监 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利 假冒虚言 唯非作胎 往后妄图杀人灭口 杀人与祸 谋财害命 也就是张阳和西悦 冒着生命的安全 生命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通过国际协作 升起了孟晚舟 一级毛总主席所说的 截断乌山人与高侠楚平湖 神举英无恙 当今输入世界书 结果我 被王剑谋害 也就是说 我在北沙滩 2016年遇到了我的同学王剑之后 很快我得了糖尿病 随即王剑在法国被处决 之后 孟晚舟 又被我和西悦通过打草惊蛇 引蛇出动的方法 申请归蛋 申请捉拿归蛋 他孟晚舟身上 至少背负着两条人命 三条人命 加拿大毒贩子的人命 伊朗陆军上将的人命 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的人命 他至少背负三条人命 更不要说我们家死去的亲人 所谓的任正非孟晚舟 是死刑 是符合党和国家政策 遵照毛总主席的命令 必须执行的 华为公司必须破产走这 其幕后的凶手 江泽民祖孙三代 也将被逮捕归干 绳之以法 对这群杀人犯法人的分子 绝不能有任何的同情 绝不能心思手软 这是为民除害 所以我现在我告诉大家 孟晚舟是如何被张阳和西悦 和西悦生情活捉的 任正非 你还有什么可说吗 你作为 华为公司的董事长 你应该自行了断走人 你的女儿 也将不久于人事 你继续指使香港警方 指使北京警方 对张阳和西悦 惨无人道的迫害吧 你动我一根毫毛 我灭你宗族 王八蛋 你跑不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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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